小米要从印度撤退 还要再被割一笔吗 被没收48亿之后呢 小米开始了在印度的裁员 说实话被坑过一回呢 想好也正常 但实际上有消息显示 今年初呢 小米就修改了印度的绩效考评标准 让表现不好的员工能够非常容易被裁员 不过呢 单纯的裁员只能够说明小米印度业绩堪忧 是否真的会从印度撤退 那还得看下一步的发展 不过呀 即使小米真的不想在印度玩了 那离开呢 也是要脱一层皮的 首先印度的法律规定 任何正式雇员超过299人的公司呢 想要裁员必须得到政府的审批 统一之后你才能进行 以前这个数字是99 末定上台之后才改成了299 这就导致了很多公司呢 故意把正式雇员设定在299人以下 防止想要裁员的时候呢 裁不了 不过小米明显是超过这个数字了 所以如果想要进一步裁员 那就是得得到政府的审批的 所以呢 小米裁员裁个三五年 那也不奇怪 有人可能会说 既然裁员裁不了 那我直接不裁员 你干脆跑路不就得了 反正这印度市场也没什么小米份儿了 这种做法呢 虽然有一定的可行性 但是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留下来的资产怎么处置呢 小米在印度的资产呀 那可是不少的 光是这工厂就有7家 那按照正常的价格 这些不动产也能够卖个几十亿 印度国内想接盘的企业呢 也不是一个两个 但问题就在于 用什么货币来支付呢 正常来说应该是用美元 欧元或者人民币 不过呢 印度企业肯定是不愿意的 它只会给你卢比 比如说前段时间作为苹果的主力供应商之一的伪创 从印度撤退的时候呢 这次产败了48亿人民币左右 约合500亿卢比 接盘的塔塔公司呢 坚持用卢比来支付 可是对于伪创来说 这都从印度市场撤退了 我拿你卢比来 还有什么用呢 根本花不出去呀 等于一堆费钱呀 可是塔塔表示 我不管 反正呢 我只有卢比 你爱要不要 随后就伪创就是含泪接过卢比 小米撤退的时候呢 想必也会面临这个问题 不拿卢比吧 没有别的选择 拿吧 就等于贝莫说48亿周还要再贝戈一次 所以说印度不是你想走 想走就能走 怎样以尽可能小的代价从印度撤退 对于小米来说 完全是一个十分头疼的问题 见了不了吗 好了 我是建家 关注文明天给答道理